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铁军先生 见了你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看到了你 我才觉得人类把命运要打碎 要上到宇宙上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走进你 我今天看了你 我觉得我看了不一样的 李铁军先生 把你的作品真正的意义上给我们表达一下 我本身是个艺术家 那我就跟我拿这种思想的作品 来表达我对提起来看 在这一些人文化的一些我个人的一些解读 因为你是艺术家 所以你是当代艺术家 所以我都觉得当代 时代 你在你身上 你真是做了这件作品以后 你是不是把这种概念 理念 要全新的读读和解释 嗯 这个是 因为我这么觉得作为艺术家 一个现实社会上的这样一个实态 最后终止这一块途径 那我想你就是说 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话 你的心和你的思想是踏实天马行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 特别是在这个时期的话 就是科学进步到可以在这个 承认到感子这些传世 也就是存在的状态下 就超越这个爱因斯坦的这样的过程 我认为就是说 我应该在这个之上 那就是把所有领枉的东西 我们都应该重新去审视后来 来这个呈现来排斥 那我这样的话 就是通过空间的这种愉悦 和超越这个地球 包括火星和金属震动的这个外太空 这种构思 让我自己的运续 做那些计划 就是《太空无尽》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著作的话 就是《美丽的地球》 这是我以后要在我 在太空之间 来完成了两个文字做 希望我们更多的人 都关注你这个作品 用太空的宇宙 发射到我们世界 这个信号发布来 情感发布来 祝福发布来 也使我们的国家 发布的更美丽的信号